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iles学院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继续Android存储的实现 在上一节课当中呢,我们讲到了CircleLite数据库的一个创建 并且我们介绍了一下CircleLite数据库的一个特征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继续Android数据库CircleLite的一个讲解 来,我们回到上一节课当中 我们写了一个页面,并且让它关联了MessageDio 在MessageDio当中呢,我们创建了这一个数据库对象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里面有两个方法 一个叫做Uncreate,一个叫做Unupgrade 那么在数据库创建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执行哪些内容呢 首先,数据库创建这个Uncreate的方法呢 我们明白,它只是执行一次 所以我们在这个创建数据库的时候呢 一般会附带着创建者在我们数据库当中存在的一些表结构 所以在Uncreate的方法当中,我们一般会创建表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来写一个内容 比如,我们给它定义一个Circle语句 String类型的Circle 创建表结构,大家也就是考验我们Circle语句的时候了 我们定义CreateTable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写上一个表,Person表 CreateTablePerson 那么在这个表当中呢,一般我们会写上针对资段的一些约束 这些约束都会存在哪些呢 在一个表当中,应该会存在我们当前表的一个主件 所以我们给它定义一个主件ID ID我们给它定义成Int类型 同样,主件一般会定义成PermateKid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主件约束 其实这个主件约束呢,是我们NOT9加UNIQ的一个合并 也就是说它既非空又为1 然后呢,在我们主件一般会让它自增长 所以我们给它加上AutoIncrement 另外一点,我们再去定义一些其他字段 比如我们这里面先定义一个NAME字段 我们给它定义成我差类型 比如我们定义我差I10 它表示的是什么 如果当前我们这个NAME字段,先预先给它开辟有20个的一个长度 但是如果里面能存放的长度只有10个呢 那么它的实际占有量呢也只是10个 我们把Warsap调成可变的一个长度 然后呢,我们再给它定义一个 比如Person表当中 再给它定义一个Address 我们也给它定义一个Warsap类型 这样的话不管我们的数据有多少 它实际占有量才是它的一个实际开辟空间 当然超过40,我们这里面就没有办法进行创建的 那么有了这个CircleG 接下来我们就要执行Circle 怎么去执行Circle呢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我们已经回传了这个DB对象 这个DB对象呢就是我们操作的这个DB对象 所以我们使用DB 有一个方法叫做ExecuteCircle 跟上我们当前这个CircleG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这个ExecuteCircle 它是怎么样给我们定义的啊 ExecuteCircle 来执行一个单一的CircleG 这里面不包含我们当前Select 以及AnyOtherCircleStatement ZatReturnData 它告诉我们的就是 如果你想要去实行增加删除修改的时候 比如我们把这个里面 那么我们给大家加一个注释 就是DB.ExecuteCircle 一般用来执行增加删除修改CircleG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想着我们的查询该怎么执行 查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不再是使用ExecuteCircle 而是它单一封装的有其他的方法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CircleG呢 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表结构 来我们把DDMS当中的这个输入对象呢先给它干掉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重新执行我们的一个CircleG 因为你不干掉的情况下 我们这Uncreate方法它只是执行一次的 所以我们先来运行一下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一运行那它其实已经报了个错误 OK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MessageDB 那么在我们DDMS当中呢 这个MessageDB已经创建了 那我们下一步就要看一下这个 输入当中执行的我们创建的这个表的CircleG 有没有执行成功 因为在我们JLM当中呢 其实已经报了一个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它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错误 大家来到我们这个Logcat当中 我们发现其实有红色的报错信息 在Android当中呢 其实报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怎么进行调错 首先来到我们Logcat当中 我们先找一个东西叫做CrossBuy 有什么什么引起 这里面呢 它给我们报了一个Android Database CircleCircleLiteException AutoIncrement 也就是我们自增长的这个字段 Is only allowed on an integer per market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想使用到自增长 它只允许我们当前这个主件 定义成Intender类型 而我们可以看一下 匹配我们Circle的时候是 GreatTablePersonIDInt类型 它并不是我们的一个Intender类型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面 大家进一步我们能验证出来 如果你要想实现我们当前这个 AutoIncrement 这个ID值呢 必须是一个自增长的ID值 好 我们把这个数据库对象呢 同样先再给它干掉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项目工程当中 我们重新再来运行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呢 我们是正常运行 正常显示我们这个CircleLite的数据库子子段 那我们把MessageDB呢导出 同样我们还是导入到桌面当中 来 我们关联的这个Message呢 我们给它Refresh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Person的这个表呢 其实已经存在了 并且这里面有ID Name以及Address 这个可视化视图当中的这个Data数据呢 就可以呈现我们数据当中 所呈现的表当中的一些数据 因为我们之前还没有对这个表 进行过一些数据的插入 所以这里面是一些空子字段 但是呢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数据库的一些设计 这个设计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ID值 是不是已经定义成Intendor类型 对吧 NameWarchar20 Address这个字段Warchar40 同样大家如果想看一下这个表 如果复写成我们当前的这个Circle语句 它是怎么去复写的 这个DDRL语句呢 就是我们当前创建的这个表的一个语句 大家可以从我们这个Data当中观察数据 DDRL当中呢 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库 它是怎么进行创建的 好 接下来呢 来到我们当前这个OpenHyper当中 除了我们创建表结构之外 大家可以发现这里边还有一个东西叫做Unupdate Unupdate我们把它称之为数据库升级的方法 那么在数据库升级的时候 一般程序员都会做哪些事情呢 在数据库升级 我们程序员一般会比如修改表中的字段 为什么说是修改表当中的字段呢 你比如我们当前的这个应用程序 它的一个版本做了一个提升 然后呢我们在一些数据库当中呢 多加了一些内容 这些内容呢是用来呈现我们当前作为一些功能性的扩展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有可能会修改表中的字段 以及比如我们增加表 我的应用呢 现在的功能做了一个扩展 有可能会增加一些其他类型的表 比如我多开辟了一些其他的功能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写在这个Unupgrade当中 但是我们又发现 其实每次数据库升级的时候呢 在我们这里面这个标号呢 其实一直发生改变的 所以这个值呢有可能会一直变大 但是我们Unupgrade里面 再去执行的时候呢 我们又不能说是全部都有执行 所以对于升级数据库当中 如果做成一个最佳的一个做法呢 我们一般会这样去做 比如我们调用一个Switch 同样在这里面呢 我们进行Old Watson的一个匹配 这个Old Watson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上一个版本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会写哪些呢 比如我们会写一些case代码块 case如果我们当前数据库对象最早的时候是1的时候 你比如如果是1的时候它创建了一些表 然后在这个case1 那我们把这个创建语句呢 给大家提取到外界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 咱们叫做CreateTableProset 那我们改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语句 当然前面我们给它定义成PublicStatic 这些语句呢不会发生更改 所以我们就直接定义成一个长量值 在这里面我们执行Circle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在执行我们这个CreateTableProset 好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执行表结构1的 如果这个表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再去执行 它肯定是一个报错信息 所以在这里面回传的DB对象呢 咱们就可以在db.executeCircle 执行出来我们刚刚拿到的这个Circle语句 比如我们就叫做CreateTableProset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把数据库对象重新删掉 然后再给大家运行 如果是create方法为1的话 这个字段呢还是会存在的 然后我们把数据库对象重新干掉 当然一般来说删除数据库呢 是用我们程序来帮我们进行删除的 好大家这时候呢我们把数据库对象改为1 作为我们原始最早的一个呈现 现在我们再去执行这个Create 我们来运行一下 当前我们应用程序呢又已经呈现出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DTMS 数据库对象呢也已经存在了 在我们这个LockCat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Lock当中 Uncreate方法其实是已经被执行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Upgrade并没有执行 说明我们的Old版本Case为1的时候呢 并没有执行我们这条Circle 是因为什么 数据库刚开始并没有创建 所以咱们这个OldWarshan呢 其实是没有任何操作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Warshan版本改为2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有可能数据库再做一些升级操作 那我们这里面已经告诉大家 升级的时候我们一般会修改表当中的字段 或者是增加表 所以呢如果它变为2 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更新操作 怎么去做呢 比如我们既有DB.executeCircle 我们不再是把这个表给它重新删除 然后重新去执行一个Circle出去 因为如果你要是这样去做的话 那么之前这些数据所使用的用户呢 突然会发现 我们使用的过程当中 安装了新版本 但是我之前的那些数据呢 已经不在了 这样呢 其实是对用户一个极大的伤害 你的这些用户就会白白流失掉 所以我们在去使用的过程当中 不可能把之前的一些数据库当中的一些表呢 再给它删掉 然后再给它重建 所以我们一般会借助这个unupgrade 一个数据库升级的方法 我们来修改表当中的一些字段 比如我们在执行它的时候呢 不但我们要有当前的这个表 如果没有表的时候 我们可以创建 如果有表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执行另外一个Circle 这个Circle呢 我们给大家写一下 比如我们定义成publicaesthetic final类型的 比如我们叫做string类型的 咱们叫做out tableProson 这个表当中 我们给它添加一些字段 比如我们给这个Proson表呢 再添加一个edge的字段 所以我们是out tableProson add edge 并且在后面呢 我们指定它的一个数据类型 比如叫做int 当然它的一个大小呢 我们使用默认 所以在下方呢 我们就可以再去执行 我们这个db.executeCircle 咱们叫做out tableProson 大家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时候我把数据库对象改为2 那我们再把这个应用程序呢 执行一下 来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已经发生了报错 我们TestStore已经关联完毕 那么来到DDMS当中 数据库呢还是存在的 那我们当前为什么会报错呢 打开Locket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报错信息 这里面报错信息 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先找到Costify TableProson already exist 说告诉我们当前这个Proson对象呢 已经存在了 而我们在这个数据库版本 提升为2的时候呢 其实它又帮我们创建了一次table 所以呢 在执行这个内容的过程当中 我们来到Studio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OpenHyper的下方这条语句呢 是不是不应该再被调用 所以我们把它删除掉 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Unupgrade的方法 写成咱们这种SwitchCase代码块呢 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在我的下方 现在还有一条色口具 来 我呢需要再创建一个表 这个表呢叫做分类表 Category 里面给定了字段 只有ID和Type 那如果我还想执行咱们这个Category表的创建呢 在我们数据库版本为3的时候 比如我们现在数据库继续更新 变为3的版本 你比如 如果现在用户的数据库版本为1 但是呢 我当前项目已经提交到了3版本 那用户再去更新的过程当中 它是直接更新到我们当前这个数据库为3的这个版本 但是我怎么保证它之前的这个语句 比如修改我们Person表当中添加age的这个字段 它也被执行呢 所以我们就要保证当前这条语句 在数据库为3的时候也去执行 在这个Case代码块当中 我们并没有添加break OK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加上Case 比如如果它为2的时候呢 我们就给它使用db.executeCircle 执行我们刚刚那个createTableCatcrete 这样的话 其实它在匹配版本的时候 如果拿到了咱们现在的数据库版本 它要创建的是第三个版本 但是当前的old版本 我是呢 检测自己的应用程序 发现其实是1 那么它就会执行我们altTablePerson 把它添加进去 并且呢我们再执行2 因为没有break嘛 所以它会继续执行我们Case的block 往下执行 再去添加我们分类表 这样的话我们更新到最新数据库版本的时候呢 这个表结构还是存在的 好我们把它再来运行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成功运行 来到我们DDMS当前这个Message 我们给它导出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Category表也在了 然后我们Person表当中的A字字端呢 也添加进去了 OK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节课当中给大家讲解的内容 那么在结束的时候呢 来给大家留一个小点的练习 那我们本节课当中主要讲解的就是我们创建表 以及给表添加一些约束 字端约束 以及我们升级数据库的一个主要做法 所以呢我们针对这个练习呢 给大家出一个小点的问题 比如创建表的CircleG 怎么去实现 比如我们当大家创建一个Message表 然后创建Message字段 这个字段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Test文本类型 那么同样呢 我们还创建一个Test字段 这个字段呢 我们给它定义成一个Int类型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控制我们当前这个消息的发送 以及消息的接收 同样消息呢 我们还要给定它一个ID字段 当然呢 我们把这个ID也可以设置成它的一个Int类型 组件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ID字段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创建一个表 第二点呢 我们让大家掌握一下 比如我们升级数据库当中 怎么做到后续新版本的数据库使用的过程当中 获取之前所有的数据库表 以及更新的所有字段 其实这个咱们在课程当中 其实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讲解 这个使用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unupgrade的方法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同样 咱们在接下来呢 我再提一个比较简单的点 这里面呢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有数据库的升级 其实还有一个数据库的降级 叫做unupgrade 该方法的介绍是什么 靠when the database needs to be downgrade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数据库降级的时候呢 这个方法就会被执行 并且它下面告诉我们 this method在执行的时候 是根据我们当前这个事物的 如果异常被抛出的时候呢 咱们这个所有的changes呢 都会被自动回滚出来 其实在这个方法呢 我们很少进行调用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其实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就在于 咱们数据库升级的时候呢 你比如我们在这个里面 是添加了一些其他的字段 然后还添加了一个其他的表 其实用户呢 已经在使用到了这个字段 而且还用到了 我们先添加了这个表 但是你要在数据库降级的时候呢 你比如咱们当前的这个 数据库降级版本更新 我们当前这个表字段呢 其实就已经没有办法 在进行使用了 所以数据库降级这个操作呢 很少去做使用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使用到 这个on upgrade 而对于降级来说呢 对于用户的留存呢 也是不太好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方法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节课当中 给大家来讲解的这个 安卓存储实现 之CircleLite的一个简单使用 在下节课当中呢 我们会继续针对CircleLite的数据库 做一个讲解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课程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麦子学院更多精品课程 CircleLite的设计 好 感谢观看